接下來我們要做的請問就是有散熱的 剛才都是沒有散熱 現在是有散熱的 不良的絕熱容器 有500克100度C的廢水 倒入100克四度C的水 但是有6000卡熱量散失 請問你最後的水溫多少 最後的水溫多少 OK 那個最後的水溫就是 跟剛才是一樣 跟熱有關係 跟計算有關係的話就是 放熱會等於吸熱加上散熱 然後呢怎麼算熱 H等於MSΔT 然後這邊呢是100度C的 廢水會放熱 40度C的冷水會吸熱 然後呢有6000卡的熱量跑掉了 所以我們就烈 然後我們溫度呢就設為T度 然後呢就烈勢 前面呢就是 放熱的500公克乘以比熱 乘以溫度變化 100-T 然後呢再來是 40度C的吸熱 100乘 然後池量100 然後乘以比熱 乘以溫度變化 T-40 然後他要加上一個散熱 6000 然後呢這樣子就把 物理的四指列好 那剩下就是數學認真算 數學認真算 所以答案60度 所以他最後的溫度就是60度 最後的溫度就是60度 OK 那換各位吧 跟剛才基本上 跟剛才基本上 一樣 只是數字不一樣 都是以知冷水跟熱水的出溫跟質量 也知道呢有膳失多少熱量 最後問平衡溫度幾度 所以基本上都是跟 選一體是一樣的 然後呢 但是數字不一樣 讓各位呢 做一些練習 做一些練習 好 請問你 他的平衡溫度是幾度 他的平衡溫度是幾度 OK 多少咧 這個答案應該是多少咧 這有位大帥哥嗎 有230厚時 45度 好 鯉鋒長 45度 你說40度 請坐 計算想法就是 放熱會等於吸熱加上散熱 怎麼算熱 H等於MSΔT 然後 90度的在放熱 20度的在吸熱 散熱400 所以 墨溫是T度 斜 90度的放熱的 2MSΔT 20度的吸熱的 2MSΔT 再加上散熱的400 然後認真算數學 答案算出來40度 最後是練習13 然後 一樣 但是他現在是問你散熱多少 散熱多少 我知道兩個東西的質量跟初溫 我也知道末溫 然後我問你散熱多少 就是剛才講過很多遍的 基本上想法完全一樣 除了未知數的位置不一樣之外 其他通通都一樣 你練的算式 基本上都長的都一樣 只是未知數的位置不一樣而已 他問我散熱散熱多少 才會讓這個末溫是30度 末溫30度 請問你 他應該是多少 他應該是多少 對咧 有可愛小女生嗎 這裡都沒有可愛小女生 有 江洛軒 你說什麼 2600 2600 2600卡 你們說 答案 一樣 放熱會等於吸熱加散熱 怎麼算熱 H等於MSRT 80度C在放熱 20度C在吸熱 所以呢 就是放熱的MSRT 等於吸熱的MSRT 然後再加上一個不知道的散熱 X 所以就列式成這樣 左邊是放熱 右邊是吸熱 再加上一個不知道的X 數學認真算 答案算出來2600 所以答案2600 白卡 所以這邊的練習13 跟練習14 就是有散熱的問題 有散熱問題 這種題目不多 但是呢 你還是要知道 方法都一樣 就是想法都一樣 跟記憶算有關的想法就是 放熱會等於吸熱加上散熱 然後怎麼算熱 H等於MSRT 然後把你的條件去往裡面帶 答案就出來了 這就是我們的練習13 跟練習14 1 1 1 2 1 2 谢谢大家